我們會要求主辦機關這邊 主辦單位這邊 提供必要的疫調名冊 那這樣感染者基本上 一旦出現在我們 高雄市轄內的任何大廳集會活動 市政府這邊一定會採取一個措施 就是我們會要求主辦機關這邊 主辦單位這邊 提供必要的疫調名冊 那以及在舉辦當時 是不是有做一些良好的一些防護作為 那以光我們在後續的疫情調查這邊 可以進行接觸者的理性跟觀察 我想有關於這個室內感染風險的一個管控作業 其實基本上我們高雄市政府 在一個月前就已經著手這樣子的一個風險規劃 市長也確認了 不管室內室外的一些大型集會活動 都必須要有一些必要的限制